近日,勇士队主教练克尔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,考虑到勇士队目前的阵容,他还是希望鲁尼和贝尔可以成为替补阵容的主力球员, 而首发中锋或许会是2016年首轮第30号顺位被勇士队选中的球员达米安琼斯,今年夏天,勇士队签下了全零星中锋考新斯,但是因为考新斯目前还是处于养伤阶段,他上赛季遭遇了严重的根腱断裂伤病,需要很长的恢复期,所以考新斯可能要在全零星赛前付出,那个时候其实也接近常规赛的结尾了。 而勇士队上赛季的三个内线球员麦基、帕楚里亚和大卫维斯特都离队了,麦基跟随詹姆斯加盟湖人队,帕楚里亚前往活塞队,而维斯特已经宣布退役了。 现在勇士队内线球员还有鲁尼、贝尔和琼斯,而这三个球员都是年轻球员,鲁尼和贝尔上赛季都得到了不错的机会,上场场次和时间都较多。 但是柯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,他会给琼斯更多机会,这三个人都各有各的不同,我们也喜欢这样的差异,但是我们挺可望达米安琼斯出现在首发中锋的位置上的。 柯尔说道,他在圣克鲁兹勇士,勇士下属发展联盟球队,一直努力训练努力打球,他的运动能力非常爆炸,身体也很有力量,把他放在场上和四个全明星搭配,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。 琼斯上赛季节代表勇士队出战15场比赛,场均上场时间为5.9分钟,场均得到1.7分0.9篮板,是所有有得分的球员。 里面场均得分最低的球员,而琼斯虽然目前还是一个年轻的新秀球员,但是如果他可以得到上场机会,跟护理、汤普森、杜兰特和格林一起首发,那么他也一定会得到很多得分机会。 对于他的成长和数据都是一个极大的帮助,其实无论是鲁尼还是贝尔,都是低顺位被勇士队选中的球员,但是他们目前都成为了不错的内线球员。 在勇士队的体系里有很大的作用,或许琼斯在科尔的调教之下,也会成为一个不错的内线球员,不得不佩服科尔的大胆用兵。 虽说这也是无奈之举,因为科尔还是希望鲁尼和贝尔可以成为替补阵容的重要球员,而考心思要很实才能回归,所以琼斯成为了球队的首发中锋,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 这个首发可能是假首发,可能打的时间不长,但是对于提升琼斯的自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,所以,能在职业生涯开始就在勇士队效力,这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,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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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